大家好,这里是404书院,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好日子并不长,值得珍惜。 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 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一切都要向前看。 回顾中国的GDP,不难发现,1978年之后增长并不快。 到了1996年后,邪率还降低了,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GO之后,才开始突飞向上猛进。 这是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时间的起点离现在并不远。 现在都说中国治安很好,但这样的情况并不久。 广西天等县有一个叫温江的村子,村不大,却有一百多名青壮年被抓。 他们就是著名的砍手党。 当年村民中一个18岁的年轻人,对警察轻飘飘地说,我们村抢劫的人多了去了。 我还算是持得砍手党2000年后出现广州、深圳等地。 暴徒团伙多来自广西天等县。 其作案手法极其残忍,在抢劫手机和财务时,若遇反抗,便直接用快刀将手臂砍断,造成了无数人的黑暗余生,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除了砍手党,飞车党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熟悉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在珠三角,他们用摩托车进行抢劫偷盗,令人弹之色变。 2006年5月,钟南山就被抢了电脑包。 当年不少广州市民都亲眼见过便衣警察狂追飞车党的场面。 当时广州的治安队员都配备了专门对付飞车党的勾连枪。 飞车党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地区的治安。 2007年1月1日开始,广州全面禁魔,至今没有恢复。 失去生存土壤的飞车党,逐渐销声匿迹。 不管是有财力加强治安,还是年轻人有了出路,最终都是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安全。 如果从禁魔那一年,2007年算起,考串安全也才17年。 对农村出生的70和80后来说,应该三提五统还记忆犹新。 三提流,指村提流,是村籍集体经济组织从农民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的费用。 包括三项,集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五统筹、纸乡统筹、市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向所属单位和农户收取的, 用于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服、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住事业的款项。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当年的三提五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有人回忆,1998年,家里四亩地,三提五统交了整整204元,公粮交了527斤, 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 如果家平或供孩子读书,则更是难上难。 到了2002年,这笔钱才取消。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 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纸农业税条例。 在中国沿袭2000年之久的传统税收终结了,距今18年。 当年,催钱和计划生育是农村的主要矛盾,强制银产。 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时间也不长。 上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凡是计划外怀孕的, 必须采取人工流产或者银产手术,也就是说胎儿不管几个月了, 都要流产,大月份就是强制银产,先在子宫内杀死胎儿, 因为生出来就不能杀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表述已经被删除。 又过了十年,2002年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 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才从法律意义上禁止大月份银产。 但实际上,直到2012年,仍有大月份胎儿被强制银产, 农业税走了,滴宝来了。 现在,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 不会饿死,这是因为有滴宝制度。 1999年9月底,中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 已经全部建立了滴宝制度。 2002年,对城镇下岗职工实行城市滴宝政策。 到2006年,农村低保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医保和低保,几乎同时开始。 医保开始于1998年12月,到现在才26年。 而且,这还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也就是说,有工作的人才有。 覆盖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要推迟到12年之后,从2010年才全国铺开的, 到现在才14年。 医保和低保是民生底线的兜底网, 民生的另一个大头是教育。 现在很多人争论时喜欢说, 都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 实际上,很可能, 他对面的人并没有机会享受到免费教育。 9年义务教育开始于1986年7月1日, 但那时的义务教育只是免除了学费, 家长仍然要交学杂费, 也就是书本、教学用具、班费等等。 这个费用仍然导致了很多人失学。 那个时候, 很多农村的学校, 很早就要开始收下学期的学杂费。 很多学生, 特别是农村学生会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被老师体罚, 罚抄写。 直到20年后, 也就是2006年, 才实现了学费。 杂费全免的义务教育, 到现在18年。 谈到教育, 现在很多人反对学英语, 其实全民学英语的历史也不长。 建国后, 中国主要以俄语作为第一外语。 1960年代以后, 中苏交务后, 开始选择英语作为第一外语。 特别是1983年以后, 英语才在高考中同语文、 数学等科目一样同等对待。 随着经济发展, 民生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人的自由也增加了。 1994年以前, 中国法定的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八小时, 每个星期要工作六天, 上班族只能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放在周日干。 那时流行这样一个说法, 战斗的星期天, 疲劳的星期一, 1994年2月8日,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发布。 从当年的3月1日起, 职工实行每天八小时, 平均每周44小时的工时制度, 也就是五天半。 所以, 将每两周中的两个半天休息时间 调换为一天休息, 这就是所谓的大小周制度。 第一周休息星期六和星期日, 第二周则只休星期日。 1995年3月25日, 国务院进一步修改了工作时间, 改为每周工作时间40小时, 双休至开始了。 到如今, 其实也才29年, 只要比90后大, 那么在上班, 上学中都经历过一周六天的辛苦。 休闲时间多了, 人们就要到处走走。 在1995年我国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之前, 百姓出行办事, 住酒店都是需要介绍信的。 介绍信是一个人的通行证, 然而, 到单位派出所开介绍信, 必然要说自己要去哪里, 去做什么, 而身份证则不需要。 所以, 身份证制度, 扩展了中国人的自由, 到现在也才29年。 是的, 哪怕现在一个30岁的年轻人, 他也曾生活在需要介绍信的年代, 可仅仅有身份证, 还不够。 2003年3月17日晚, 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携带任何证件, 在广州一家网吧被当作三无人员, 送至收容带遣索。 20日凌晨, 孙志刚被同病房八名被收治人员殴打, 经抢救无效死亡, 被媒体报道后, 引发全国关注。 2003年8月1日起, 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浊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现在很多年轻人爱说, 想走就走, 带上灵魂去流浪, 去当三合大神。 能过这种生活, 不被打扰, 不被抓走挖沙, 也才21年。 有了身份证, 不必担心被收容, 旅游就兴起了。 以前人们多是借着出差走一走, 到了1999年, 开始有了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周, 很大程度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热持续升温, 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距今, 也才20多年, 人们不仅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还想去地球上其他地方看一看。 从1994年开始, 中国公民才可以阴私出国, 但需要申请护照, 获得审批, 还必须参加旅行团。 许多人参加团队旅行, 就是为了申领一本护照, 方便以后出国。 2001年,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GO, 仅仅10天后, 中国实行了按需申领护照试点, 取消港澳游名额限制, 扩大口岸签证点等多项改革措施。 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护照审批时代即将结束。 又过了五年, 到了2006年, 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按需申领。 王思聪曾嘲讽说, 都2020年了, 还有人没出过国, 但即便如他一样有钱, 想去伦敦喂鸽子。 说走就走, 也才18年光景。 王思聪1988年出生, 或许还知道票证,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评票供应, 粮票, 粮本, 油票, 肉票, 自行车票, 酒票等等。 年长的亲身经历过, 年幼的多少听说过, 所有人都觉得, 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但这个记忆并不准确。 1993年4月1日起,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 中国才正式取消了粮票和邮票, 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 提到90后, 前几年网络创业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 都喜欢捧90后, 所谓的互联网原住民, 给人的感觉就是生在物质风域时代, 成长在技术爆发之中, 从不知匮乏, 所以敢于创新。 这个集体记忆是不正确的, 严格地说, 它们仍然是票正一代, 物质逐渐从匮乏走向风域。 2001年, 迭克赛欧正式上市, 整个市场未知轰动, 电视台争相报道的场景历历在目, 中国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全民家教的时代, 伊兰特、 凯悦等合资品牌, 取代了更加官方化的桑塔纳, 买一辆车成为中国人的目标, 也才23年。 物质丰富了, 精神生活也更丰富了。 从1949年到1976年间, 中国一直有进口影片上映, 但除了影片交换等非商业性发行之外, 是买断发行, 用来买断国外影片的通行价格是2万美元。 这个价格很低, 买不到好的影片, 或者是那些放过很久的影片。 1994年, 为改变电影市场的持续萧条, 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的吴孟辰, 向电影局提议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 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 当年年底, 广电部电影局就批准了这个建议, 提出每年可以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 1994年11月中旬, 第一部票房分账形式发行的哈利逊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在上海、 天津、北京、郑州、重庆、广州六个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首轮放映, 观众人次达到了139万, 票房达到了2500万, 创造了进口大片的第一个票房奇迹, 当时几部比较有名的电影至今仍是很多90后的童年记忆, 比如, 施瓦辛格的真实的谎言, 基努里维斯的《生死实宿》动画片《狮子王》。 说起来, 中国人可以较多的看外国电影也才30年, 这一切改变都是源于改革开放, 以及加入WZO后的迅猛发展。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 GDP是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了。 从1952到1981年, 中国采用的是苏联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即MPS体系。 到了1985年,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 MPS体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需要。 中国开始实行MPS体系与斯纳尔体系并存, 到了1993年, 中国取消MPS体系正是采用GDP, 这个词才出现在社会生活中, 采用GDP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在MPS体系下, 只有创造物质产品和增加产品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这些物质生产行业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 MPS不能反映改革开放后, 发展起来的非物质服务业的情况, 即金融保险、房地产、科学研究、教育文化、医疗卫生、 居民服务等行业。 MPS和GDP, 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经济虚实之变的来源。 显然, 这些非物质服务对于人们的幸福生活至关重要。 张武昌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源于县域竞争。 某种程度上, 1993年有了GDP之后,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才更全面地成为一种各地政府追求的政绩。 一切变化, 都是因为改革开放, 特别是WZU为标志的全球化, 深化改革开放, 面向世界, 面向全人类, 才能维持这种变化。 很多事, 到现在为止, 时间都不长, 可却恍若隔世, 或许, 那是因为我们太善于忘记, 再或者, 在回忆中把过去加上了美好的滤镜。 当一个人生下来, 从他有记忆开始, 他会觉得自己所过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 而当一个人老了, 则会在记忆中重新构建, 美化他的青春时代。 于是, 他们都对当下的美好缺乏真正的感知, 知道从哪里来, 才会知道应该往哪里去。 好日子并不长, 值得珍惜。 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 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 一切都只有向前看。 我们, 我们的孩子, 孩子的孩子, 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 麻烦帮忙点赞, 转发, 订阅, 谢谢收看。